46个交易日获利超分益,王把同炒股回报率惊人,不过,证监会近日对其开出的巨额罚单,也同样惊人。 证监会周五下午宣布对三宗二件处罚,其中针对王把同操纵如同股份,等三只股票而作出处罚, 没收王把同违法所得3.46亿元,并出10.43亿元罚款,同时,对王把同采取终身证券市场进入措施, 我会将不断加强监管执法力度。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表示,将持续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,严肃称办各类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人。 仅是市场相关方依法经营,依法从业,依法投资,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秩序,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王把同操纵的三只股票,分别是如用股份603036SH,清源股份603628SH,和亚生家居603389SH,操纵时间集中在2017年1月初至5月末。 其中,他以227个账户,其中操纵刚上市不久的如同股份,在46个降易率当中,以23.73亿资金,将持股市值做到27.24G,扣除税费后底这一只股票获利金额,就高达3.46G,年化收益率近60%。 据击刺新股,证监会于10月30日,向王把同下发了处罚决定书,其中详细披露了他的操纵过程。 浙江瑞安人王把同今年已经51岁,不过他的操纵手法,依然算是简单粗暴类型。 一方面,利用资金优势大举买卖,比如在交易如同股份的46个交易日当中,账户足买入金额超过1亿元的就有9个交易日,其中单月成交金额最高层达到2.0级5亿元。 另一方面,利用持股优势控盘,对如同股份非现售流通股只有比重超过50%的就有14个交易日。 在2017年2月10日这一天,更是达到59.07%,第三个明显的特征是进行连续买卖,然以如同股份为例。 有18个交易日,网版同账户组的交易数量,占市场成交量,都达到20%以上,其中最高的一天债比达到40.15%,同时,他还直接在自己实际,控制的证券账户之间进行交易。 交易量诈币也较高,最高的一月自己账户间的交易量,占到当日成交量的22.12%,此外,他还在早盘,盘中和尾盘直接拉抬股价,王法同的选股特征突出,三只股票都是上市不久的次新股。 如同股份,2016年12月9日上市,王法同在2017年1月3日至3月14日期间对其进行操纵。 新元股份,2017年1月12日上市,王法同在2017年2月20日至5月11日期间进行操纵。 亚镇加剧,2016年12月15日上市,王法同在2017年2月20日至6月1日期间进行操纵。 从二级市场来看,三只股票在上市之后,都经历数个找停板,随后波浪上行达到股价高点,在操纵阶段后期,股价也都出现了快速下跌。 熟通股份,从发行价9.85元每股一路上涨至57.2元每股,到3月14日股价,跌落至35元每股。 新元股份发行价6.68元每股,之后快速上涨至44.02元每股,至5月11日股价,跌至28.46元每股。 亚政家居走势相似,从9.35元每股一路上涨37.76元每股,到6月1日,操纵结束股价,已跌至15.21元每股,配资加杠杆。 在很多投资者看来,2017年上半年A股市场并无太多机会,大盘一直在3000点上下震荡,上证指数最高曾冲至3295点。 但随后就下落至3701是6点地位。 但王法通不这么认为,在上半年5个多月的时间里,他动用超过近70亿资金,若不考虑重合部分,直击三只次新股,虽两只亏损以及获利,但获利金额依然超过3个亿。 他以23.73亿买入如通股份,27.24亿卖出,扣除税费后获利3.46亿。 他以26.12亿买入清元股份,25.27亿卖出,因为全部卖出,最终账面亏损1102万。 他以18.02亿资金,满入压阵家居,17.24亿卖出,因为全部卖出,账面亏损2.77万元。 根据证监会调查,证券账户交易中端硬件信息、IP、Mac硬盘序列号、下单手机号、资金往来、证人证研等证据显示。 谢莫威当344个证券账户存在紧密关联,皆可以确定是王法彤控制使用。 王法彤在上海等地,使用自由资金和配置资金,利用上述账户,集中操纵了三只股票。 对于证监会的认定,王法彤提出过异议。 一方面,声称自己并非主观故意,满入股票是因为认为具有很高投资价值。 另一方面,认为证监会计算操纵账户数量有误。 他还提出,交易股票当中有两只亏损,在计算获利数额时应该扣减。 此外,他还表示是出版,要求按非法所得的一比予以处罚。 但证监会并不这么认为,王法彤通过配资中介配资,分别使用227、229和261个证券账户,利用持股优势、资金优势、连续交易及在控制的证券账户之间,大量交易三只股票。 影响了价格和交易量,误导期待投资者的投资决策,扰乱了正确市场秩序。 这足够认定其主观故意。 至于账户计算问题,证监会在处罚决定书中,笔录更详实的数据。 从资金网来,下单手机号等应接信息进行比对,最终认定344账户,全部由王法彤控制。 对于亏损应该抵扣的问题,证监会表示应该独立计算。 针对操纵如同股份,没收违法所得3.46亿,罚款10.39,即。 针对操纵轻援互损,仅处以200万罚款,对操纵要挣加剧,也罚款200万,合计罚募款金额13.89亿元。 即使打击市场乱象,证监会曾在去年安排4个批次专项执法行动,涉及54起典型案件,分别聚焦在财务造假, 操作次兴股,利用高送车等违规交易,以及四目领域违法违规等四大市场乱象。 从网把同操纵的时间段来看,它被查处很可能是证监会2017年,第二批真相行动当中的一个案件。 2017年初,次兴股超过现象突出,快进快出的操纵手法评线市场。 证监会当时观察到,以期新上市股票连续上涨且短期涨幅较大,在两城县明显一场,致激了较大风险。 市场监控还发现,多组高度可疑的关联账户交替炒作,合力拉抬,已经涉嫌操纵市场。 随后,证监会于4月宣布启动第二批专项执法行动,针对16起案件进行查处。 初步摸牌之后,这些案件的共性就显现出来。 一方面,恶意利用次行股概念和股票盘面小,是盈率低的特点。 通过多个账户集中快速拉抬股价,引诱市场跟风,引发个股价格暴涨暴跌。 其次,承批使用地约特征明显的账户,利用短期资金优势,通过爬中拉抬,风涨停,对导等多种欺诈手法,在短时间内轮番炒作多支股票,团火化特征明显。 还有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,实际控制员,高管人员等利益关联邦,被把操纵信息披露内容和节奏。 与市场机构内外结合,明外结合,实时结合,针脚结合,联手操纵公司股价,意图通过高位套现进行非法牟利。 证监会认为,操纵市场制造人为交易,误导和欺骗其他投资者,严重破坏市场定价功能,容易击致市场风险。 所以历来市政监会稽查执法的重点,任何时期,任何领域,任何形式的操纵行为,都不可能逃离监管执法事业,也必将受到法律严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